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,感谢收看本频道。 节目组邀请了张晓龙,而张晓龙也是《甄嬛传》里温太一的扮演者,并且也是金红舞的编舞者,同时还会教蔡绍芬、蒋新、孙丽等人的古代礼仪。 那么在拍摄时间、相处时间应该是挺多的,但看到张晓龙出场,蔡绍芬并没有主动表现出热情,反而还是张晓龙主动拉近关系,用我们在古装剧里来开头。 蔡绍芬才揭话,而何炯一句话戳破蔡绍芬和谢娜的差距,直接说蔡绍芬怎么那么冷漠,看到张晓龙一点也不热情。 随后蔡绍芬才起身跟张晓龙拥抱,而作为观众,大家应该是期待张晓龙和蔡绍芬在戏外的碰面,没想到如此的陌生。 当然,如果蔡绍芬是嘉宾的话可以理解,毕竟演员是被邀请来的,而蔡绍芬如今的身份是常驻主持人,就相当于主人招待客人。 尤其还是曾经的合作演员,自然要更主动,这样嘉宾放得开,气氛也会更活跃。 随后蔡绍芬还试图跟何炯解释,说自己在彩排的时候其实已经跟张晓龙打过招呼了,蔡绍芬还是没明白何炯的用意,而何炯语气无奈,直言观众不知道啊。 这就是演员主持人的壁垒,主持人更懂得舞台气氛,甚至在台上会更夸张,而演员讲究下见面会比较热络,在台上的话就是看情况定夺。 好在蔡绍芬也算反应快,随后又拥抱了张晓龙,这才化解尴尬的气氛,这也不是蔡绍芬的问题,主要还是主持经验少,演戏为主。 而且蔡绍芬年轻的时候也是以颜值为主,并不是搞笑出道,偶尔录制节目搞笑一点可以,但如果长期录制保持整一期节目的状态,其实很难。 蔡绍芬也把惊鸿舞说成了惊恐舞,虽然蔡绍芬的普通话一直是笑点,但这样的笑点多了也只能成为尬笑,所以你看蔡绍芬回去坐下之后,表情是有点疲累的,能感受到主持人录制一期节目要时刻保持状态也很辛苦,而对比谢娜也会有自身优势的。